大家好,我们在之前陈老师的课程中已经学习Linux的模块机制 现在我们就来演示一下编写Hello World模块,对它进行插入和删除 在编写Linux模块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编写自己的.c文件 然后需要编写自己的makefile文件 之后使用make命令来对我们的.c文件进行编译 生成.ko文件 那最后的这个.ko文件就是我们最后所需要的模块 我们就是对它进行插入和删除 首先我们来编写自己的.c文件 我们在日常的编程中经常会加入这个头文件 这个头文件主要是对一些系统调用的封装 那在我们编写Linux内核模块的时候 我们需要添加一个图文件叫做module.h 这个文件就支持Linux的模块机制 是我们每次编写那个模块时都要添加的一个图文件 接下来我们要编写我们的入口函数 我们要加入Nit红 入口函数的名称是我们可以自己指定的 这里我们要在内核的入口函数中打印出来hello world 我们在内核模块的时候不能再使用printf函数 因为内核中并不支持printf函数 我们要对应的使用printk printk和printf实际上它们的接口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printk可以指定消息的打印级别 一般printk支持8个级别 最低的一层是调试信息 最高的一层就是比较重要的信息 可能会使系统崩溃的一些信息 我们可以使用监货号来指定消息打印的级别 但是我们在这里仅仅使用它的最简单的功能 为了不必要的错误 我们在这里加上一个换航符 好 接下来编写我们的出口函数 为了能直观的感受到内核模块的删除 我们在这里来也在打印一行信息 编写完出口函数之后 我们还需要指定一下入口点用来引导内核 写法是这样的 既然是入口点我们就需要和入口函数保持一致 最后我们还需要声明 许可证 在这里我们使用的是GPL 这就是一个内核模块的大致架构 首先包含modi.h头文件用来支持内核的模块机制 接下来我们要编写入口函数和出口函数 要引导内核入口点出口点和许可证的一些声明 我们来对文件进行保存 好 接下来我们来编写自己的makefile文件 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点是makefile的文件 第一个字母一定要大写 这样才能保证在后面的make命令的使用中 可以正确的找到makefile文件进行编译 首先我们写的是 由于我们刚才的文件定义为helloword.c 那么对应产生的目标文件就是helloword.o 这个复制语句的作用呢是 要使用目标文件helloword.o来建立一个模块 那么最后生成的模块对应的名字就是helloword.ko 接下来为了使用我们的makefile文件有较强的移植性 我们来规定两个路径和一个内核版本 这里我们可以采取在我们日常的shell中使用的方法 最后我们要指定内核的路径 pwd命令 我自己的系统内核的路径是在 由于我已经保存了我自己的内核版本 那么我这里可以直接使用 好 接下来是对所有的文件进行编译 那首先要注意的是这里一定是一个table键 而不是空格 如果是空格的话是会是错误的 首先我们这里要写上内核的路径 接下来我们要指定编译完之后的文件放在哪个目录 我们在这里就放入我们的当前目录 最后我们要写上modus 来表明我们编译的是内核模块 我们加入clean功能 同样这里也是要指定内核的路径 由于我们刚才编译完之后的文件都放在了当前目录 那么我们现在清空的时候也是要在当前的目录来进行的 这就是我们makefile文件 这个文件我们可以放在不同的目录下 只用更改掉我们的文件名就可以使用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c文件和makefile文件 我们直接可以使用make命来进行编译 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一个错误就是unstd 那在内核的模块编写中 我们已经不能再使用unstd这个投文件了 对应的我们要加入一些nit.h投文件 这个投文件就主要支持了我们nit红和exit红 我们还需要加入kernel.h 这个就主要包含了我们厂用的一些内核函数 这些.h文件在我们的原代码中都是可以找到的 我自己系统的原代码处在usr文件夹下 这里我需要先使用unit命令 这里就是我自己系统的内核的原代码的一些结构 我们所有的linux中投文件都包含在include的目录下 我们在这里呢进入include进入linux 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的.h文件 那我们来快速查找一下 是可以找件的 相同的方式我们来找一下kernel.h 这里也是可以找件的 这里也是可以找件的 好我们来对文件进行保存 再次使用make命令 好我们可以看到编译通过 已经生成了我们所需要的.ko文件 但是我们并没有在终端中显示出来hello world 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将 这里添加上换航服 在我们编辑错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来使用makeclean 之后我们再次使用make命令 来进行编译 好之所以我们这里没有出现hello world 是因为我们在内核中 内核模块的打交道的方式 已经不再是通过终端了 而是我们要通过 proc目录下 proc是一个虚拟文件系统 它可以用于访问有关内核的一些状态进程的信息 我们来进入proc目录来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文件 这一个每一个数字都代表每一个进程所有的信息 而且这个底下呢 我们可以找到 mem info 在这个中保存了一些物理内存和交换空间的一些信息 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再找到kmsj 这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日制信息了 就是各种级别的日制信息都包含在这里 那proc文件整体 所有的东西呢 他们都可以来使用more less或者是cat命令来进行查看 那我们在这里查看kmsj采用的是一个命令叫做dmesj命令 这里我们就可以来查看我们所有的一些日制信息 好 接下来我们来插入模块 首先插入模块我们是需要超级用户权限的 使用的命令是insmode 在这里我们需要加上后缀名.ko 之后我们可以使用lsmode的命令来查看当前系统中的模块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helloword的模块已经顺利的插入到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使用dmesj命令来打印系统的日制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helloword已经顺利的输出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对它进行删除 使用也是要超级用户权限 在这里我们只用使用写上它的模块名称 不用再加上它的后缀名 好删除之后我们来看 已经没有helloword模块了 那我们现在来再次打印 我们可以看到正确打印了gootbank 那这就是一个简单的helloword模块的插入和删除 谢谢大家